今天是2021年4月10号 看看我们阿尔伯塔 埃德蒙顿是什么天气 不让人活了 鹅毛大雪呀 能看到不 我不知道放大了能看出来 反正这个大雪花真的是 有点像绒 羽绒服的绒啊 鸭绒大雪 我天还伴着大风 我出去再给你们录一下 领大家到外面看一看 我去 看看这大雪花 是不是拿微镜得射一下 看看这掉 这大雪严寒呐 跟我们的疫情有一拼 埃德蒙顿的疫情现在也是越演越重 一天出好几千 同共还没到一百万人 阿尔伯塔可能一天两千多 看看看看 哇还有点卷风啊 我们这个车就这么扔了好几天了 本来还想出去玩 再等一等吧 因为这儿的封城反正也其实也可以走 它主要是餐馆什么的关了 但是呢营地什么的也可能没开 看看吧 过两天转发呢 我们再出去再玩去 因为没干活呢 各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天天晚睡晚起的 我不太喜欢 这种这种状态 出去了呢 还能自觉点 还有点意思 看看这大雪 哎呀呀 这就是我们阿尔伯塔的天气 当时也挺好玩的 五月份还能下雪呢 但是现在下雪一般也存不住 估计过两天这么化 雪场 埃德蒙顿的雪场早已经关了 关了两个礼拜 可能三月十五号左右 三月可能二十多号就关了 但是山里的雪场还开着 哎呀不行太冷了 我得回屋了 哇看看又下大了 这是怎么的了 其实也没有正常 那个埃德蒙顿 我记得五月份下大雪的时候 也有 经常五月初 还下的雪还挺大的 这个就是 哎呀 人家老说加拿大冰天雪地呢 这回印证一下 你们说的 四月十号冰天雪地 五月份经常冰天雪地 我也无所谓了 屋里嘛 春到花开嘛 看到我这个 茉莉一直开花呢 那个一冬都在开花 还不错 我们在屋里四季如春 在外面 大雪纷飞 我不会唱歌 哎呀这时候唱那歌照 南山南 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呀 这也没法干活 我的活估计得五月中旬之后才能干活吧 我这懒得干不干活也都无所谓 反正也算是有钱拿吧 不多不少的 够吃就行呗 要啥自行吃啊 这个按天气预报得明天一早才能听 但是它有时候能稍微缓一缓 有时候就是又大雪 就是这一年 天气暴应该还差不多吧 这就是天气就是这样 其实暖和时候也挺暖和的 零上十六七度时候白天 天几天也是 但是这下雪你看这就是降温了嘛 好像是这几天 最低温度可能零下三四度吧 过了这几天又暖和 你看那个树还在刮 外面其实风还是挺大的 你看看四月飞雪 好大的雪呀 我到店里来接小卡了 看不看这一会儿过了 是不大的雪 我刚才穿着脚印 我把小卡给接回来了 看看这大雪 那个路上真是能见度 也就是十米呀 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雪 你说我刚准备跳绳减肥 它又冬天来了 又不用减了 真好 走 走 哎呀妈妈的钥匙呢 好了 看看 哇在院子上 在树上 完了自身车都那样了 看看我们家的院子都变成这样子了 好了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